重造污解路计划出炉 政府计划把污解路打造成 生活时尚据点 同时塑造成一条绿色长廊 转型成为更有活力的景点 污解路将分为四个主题区块 带给访客不同的惊喜 来看记者聂国威的报道 茂工部长陈振生 傍晚在设计污解 以及重造污解路展的 接目仪式上指出 污解路将通过三大策略转型 首先 污解路将从一条直线街 转变成四个小区 再来是引进更多绿意 改善房客的体验 最后注入更多创新元素 展现污解路的特色 最后终于这些地方 一直在动物上 会继续在新建 无法开始 污解路将发展成四个区块 分别是东陵 污解 索美赛 以及多美哥 东陵是一个综合地段 拥有浓厚的艺术和文化气息 未来可以提供更多艺术 文化以及生活化的产品 作为购物区的新藏地带 污解将推出更多街头活动 并提升步行体验 污解路和巴德圣路交界处 将出现一座新的行人天桥 提升连接性 正在兴建的汤东地铁线 污解转换站 将出现新的综合项目 为这一代增添新设施 从四月开始 污解路商员会将在人行道 试验推行各种活动 为期一年 作为青年中心 索美赛将推出 更多适合年轻人的活动 比如把格兰之路停车场 转变成活动空间 多美歌将打造成家庭级生活区 介于芙蓉路和汉地路之间 约500米长的道路 未来可能发展成步行街 到时 这一代将注入儿童游乐区 以及开辟可用作 时尚展或捷径活动的空间 污解路将打造成一条 绿色城市长廊 以衔接福康林公园和植物园 这一代也将种植更多绿意盎然 和具有本地特色的树木 让访客沉浸在一片绿意之中 新传媒新闻记者聂国卫报道